HELLO 大家好,今天要來帶大家認識反覆記號 那反覆記號呢基本樣是會是由一個前反覆記號 以及一個後反覆記號一起做呈現 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樂譜在二跟三小節當中呢有出現反覆記號 那它的演奏順序為一、二、三小節 演奏完畢後呢要再演奏一次二、三小節 但有時候會發現怎麼樂譜當中只有出現後反覆記號 那這樣該怎麼演奏呢? 那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樂譜 可以看到它的演奏順序為一、二小節演奏完畢之後呢 必須要再重頭一次做反覆 那它就變成是一、二小節演奏完畢後再演奏一次一、二小節 所以拿到一份新的樂譜會建議大家先在樂譜當中呢 找到後反覆記號 再往前推找是否有看到前反覆記號 如果沒有看到的話呢那就代表你要再重頭演奏一次囉 遜色的故事 然後再次再次演奏 我們來的解就好了